成瘾杂志发布一项最新研究 吸食大麻可能会影响思考和计划的能力 尤其在青春期早期 如果频繁的吸食大麻会导致成年后认知能力下降 这项统计超过4.3万人的研究发现 大麻中的主要精神活性化合物四氢大麻分THC 会令吸食者产生嗨的感觉 但这对大脑的更高层次思维有负面影响 据了解自从美国各州逐渐通过大麻合法化之后 从2013年至2020年学龄青少年 吸食大麻的人已经翻了一倍 而且一个月内的大麻吸食量已经增加到过去同期的七倍 一些专家也警告 大麻对青少年大脑发育的危害超乎想象 因为青少年的大脑正在发育 通常25岁左右才发育完全 美国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指出 常见的伤害有协调力差 注意力差 大脑学习 记忆 解决问题的能力受损 甚至还可能产生各种心理健康问题 例如 抑郁 焦虑 甚至精神病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